县长杯桌球锦标赛17号在渝昌国小活动中心热闹开打 超过94支队伍齐聚一堂较高下 而其中参赛队伍也比往年要来得多 桌委会希望有更多人喜爱桌球运动 县长杯桌球锦标赛17号在渝昌国小活动中心热闹开打 桌球运动经过花莲桌委会这几年推广之下 人口数逐渐增加 今年更是超过94支队伍将近500位的选手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其中社会主赛事更有企业奥援 邀请其他县市国手级的选手来参赛 让赛事更加精彩 而花莲桌委会更是乐见企业的挹注支持桌球 可以提升花莲桌球运动的水准 107年的时候我们总共有65队参加 108年有76队 109年有86队 今年110年已经暴增到94队 那我们的人几乎已经超越快500人参加这个比赛 社会主的部分是因为这一次桃园的青少国手有过来参加 所以我们这一次社会主在30队里面是非常竞争的 那至于社会主呢 有外地人来参加会激励我们本县市的一些社会主的一些高手 会积极的来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如果我们在县内自己在打的话 都是平常就会遇到选手自己都会感觉球路都会一样 如果外县市的来的话 本县市的选手可能会有激励的问题 他们会更愿意参加这场比赛 愿意去提升自己的水准 由于这次参赛球员爆满 使得一场国小活动中心选择拥挤 许多选手及家属表示说 希望州委会下次可以找一处较大的场地 让他们在还未上场比赛之前 可以像观众一样欣赏其他精彩场次的赛事 借刘明圣简想报道